60歲的新任外務大臣林方正今次第六道入國 之前做過房商、文部科學大臣等等 他是自民黨岸田派的二號人物 政策經驗豐富、正通英文 90年代在日本從政之前搭觸過美國政壇 做過共和黨參議員國際事務助理 熟悉美國政壇,在當地有廣泛的人物 由林方正接掌外相,多小反映首相岸田民雄政府 以日美同盟作為主軸的外交方向 林方正也是知華派 作為跨黨派日中友好議員聯盟的會長 曾經多次訪華,支持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強調日中經貿物不可分 面對親中質疑,林方正說知華派不代表微中 又引用中文典故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強調了解對手對交涉更加有利 他表示重視台海和平穩定 說日本主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又說嚴肅關注新疆人權問題 岸田民雄相隔一個月再組閣 新增設專責人權問題的首相輔助官 由前房商中谷元出任 中谷元對華立場強硬 是關注新疆人權問題的跨黨派議員聯盟會長 積極推動日版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分析認為新增人權官有意平衡外相親華的觀感 展示日方會嚴肅處理中國的民主議題 同時亦都會爭取通過對話,穩定日中關係 據報岸田是在前首相安倍晉三等黨內鷹派反對之下 堅持任用親信林方正 令岸田和安倍的分歧浮面 有線電視記者錄製情報道